DNC2022 ICT Paper1A MC第22题 这题今年只有55%效生答硬 这题文关于Uniform Resource Locator的Definition 题目给了网址 https 母号2尺 www.abc.edu.hk.en 找到下面这三件事哪一件事是对的呢 看来都是基础网址的知识 我们逐个看第一个 这个en 就是web server其中一个Path 即一个Folder或者一个Directory的名字 这个很明显是对的 因为基本上前面这个https就是Protocol www就是Hostname或者Subdomain abc.edu.hk就是Domain Name 这里要声明一下我这里所谓Domain Name的说法 根据我们注册一个网站的名字 可以登记那个部分 我看过一些网上的资讯 有些人觉得Domain Name是包括前面的Hostname 也有一些就是ABC一份才是Domain Name 但如果从登记角度来说 注册角度来说 应该比较合理的说法就是 ABC.edu.hk就是Domain Name 所以第二个说法 Domain Name是ABC 是不合理的 而且我们记得Domain Name的目的 是要来取代IP address 让人们不用寄那个Host Computer 的IP address 就这样打一个Domain Name 就可以找到那个电脑的资料 所以只有ABC一份 就不可能可以表代IP address 最后看看第三个 这个网站是Register as a educational institute in Hong Kong 香港一个教育的机构 那很明显都是对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Education No 因为有EDU 另外In Hong Kong 又多HK 据你那家舍体在香港 真的想申请一个Domain Name 那你就要去HKDNR 就是这个 香港名字的一个注册的网站 去登记 假设你想申请一个Domain Name叫 flip.edu.hk 那你就去搜寻就可以了 要付年费 以及要证明你是一间学校机构才行 因为不能说 是人都可以申请.edu.hk 因为你是一间学校 即是有排的学校才行 比如可能需要EDB 一间办学的证明 需要这样的Supporting Document 证明你是一个办学机构 才可以申请一个.edu.hk 就是HKD的Domain Name 另外刚才我们也提过 Domain Name 包括的范围 的确在网上有不同的说法 开头这堆HKDP的Protocol 基本上都是叫10Domain 然后有些网上的说法 比如中间一角 就叫root domain 后面这个.com 就是Top Level Domain 即等于.hk 都一样 是属于Top Level Domain 不过是属于Hong Kong Country Code 的Top Level Domain 然后就是Directory 例如Blog 就是Folder名 还有一个Found Name 通常都 这里的说法 就是Domain Name 这里就包含HOST的10Domain 所以当我们说Domain Name 究竟包含前面这一部分 暂时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所以台MC就没有踩到灰色地带 所以答案就是1 and 3 only 1和3是对的 答案就是C for Cat 看看考评局的报告 这一年就是有四成学生 来答D for Dot 就是2 and 3 only 看下去3大家都知道是对的 问题2 Domain Name 就是中间一拳 你从注册角度和IP address角度去说 就不是合理